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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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化完妝呢 今天 可以先看我化妝 看更一點 現在看起來還是有點恐怖 所以請稍等 欸我剛剛還翻我的 棉花棒用完 現在還要經濟結局啊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還沒化完妝請大家 邊聊邊陪我化妝 我今天大概只能 看一個小時 因為我這週只剩今天可以看 可是我等一下要培訓 所以今天會比較早關喔 妝這麼可愛喔 最近都蠻忙碌的 可是不是忙TP的事情 就是 很多我自己的生活跟 很多我自己的生活跟 學校的事情 就是 就是我最近期嗎 我每天都 7點起來 就是 早上7點就有事情 所以我這週每一天都7點起來 我都覺得我自己好厲害 竟然可以幫我7點起來 因為我會很怕我睡過頭 所以我都會問有沒有人可以 就是一起起來的人會叫我這樣 然後我發現我每次都不需要別人叫 我就覺得說 欸我真的見過很多 因為 我從我 高中 開始 就很容易睡過頭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就會很常叫朋友 叫起來 聽起來很 很像巨音 就是 我也會叫我媽叫起來 就很怕睡過頭 你知道嗎 我到現在在TP的時候也是 常常會拜託 就是有沒有人可以叫起來 直接 不然就是會像千秋樂那天那樣子 就是 大家忘記叫起來 結果我就直接人間蒸發 從那個 從那個巴士上面人間蒸發 你們還記得就是 你們還記得就是 我不是7點起來 我是6點起來 因為我7點的事情 所以我是6點起來講錯了 我今天前秋樂就是 前秋樂就是直接從 就是前秋樂到現場的時候 大家看著巴士下一個人沒有聞 然後就看到很多人 發現動作 不會沒有要跳了吧 我想好像就沒有 我只吃過頭對不起 然後後來就悄悄的從 就是悄悄的在一個小時後 從側門就是偷偷跑進去這樣子 嗨柏林嗨草莓獎 哈囉 這要算是給我的前秋樂留下一個 哈哈哈哈 我留幾點線 畫下一個 完美的 回憶嗎 印象深刻的回憶 到現在還是會覺得前秋樂很不像真的 你知道嗎 就是還會覺得說 欸這個又好像又要再跳reset 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也都蠻期待新公演的吧 好 畢竟同一個公演看那麼久了 我其實也蠻期待新公演的上映 新公演是reset的嗎 沒有 我是說 原來新公演就是reset 大家被我們整的這樣 就是只是以不同主名出發的reset這樣 如果這樣大家會炸掉啊 超好笑 我那麼期待你卻讓我看這 這樣的感覺 今天不知道 我今天化妝比較 我今天化妝比較 應該是因為我這幾天都很早起來 所以我這幾天其實 喔我的妝怎麼換這樣 之前都沒在化妝 就是除非要直播不好都不化妝 就是除非要直播不好都不化妝 我聽到伯弟要出去打工了 我聽到伯弟要出去打工了 我明明明不知道 我真的不給你 你可以認識自己的男生 因為我現在被人打工了 我送你去打工吧 我都叫您去打工了 我一定要重新掃 你首先到決定 就可以嗎 你都是不淨 我嗎 你 眼睛面好有神喔 我已經 几天沒看到自己化妝 好好笑 刷個睫毛 然後加個頭髮就差不多了 我大概還吃晚餐 因為我還沒吃飯 大家吃飯了嗎 其實現在也6點 現在沒有吃飯也沒什麼奇怪 只是等一下如果去培訓前沒有吃的話 我可能就要晚餐當宵夜吃了 到底我的肚子撐不到那個時候 因為我今天沒吃什麼午餐 喔 我有吃午餐 我吃那個早午餐 那很多 可是我沒吃完 因為我今天吃那個 吃一次吃後面不知道怎麼裡面爆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 就是會忘記自己吃過什麼東西 那個時候我先來吃飯 就讓我吃飯 然後再給我事 就這樣吃說吧 這樣子 我們要吃的 就這樣吃 我們要吃 我們要吃 快樂 我們要吃 我們要吃 然後再給我 那麼可以 員 很棒 快樂 很快樂 我炸物當然飽 可是那個我沒吃太多 那個是負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為了他的那個三明治去的 聽說他那個熱壓圖是很好吃 然後我今天早上剛好就是 有空檔 忙完有空檔 所以我就自己跑去吃早午餐 他那個吐司真的很好吃 我明天如果 因為我明天也要7點起來 所以 我明天應該中午就會去吃那一家 他的那個吐司真的很好吃 我們的曝光 所以我又開太亮了 再開暗一點 太暗了 還是因為我開的這個太亮 暗一點的畫面 都沒有這樣子 那好一點喔 因為電腦太亮所以我眼睛就開始超級曝光 我不會畫什麼妝看起來都很兇 真的很好笑 哇好久沒有人模了一樣了 好好笑 我每次看到自己畫中都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我好久沒有人模了一樣 非常想想天天炸淚的 是這陣子比較累 就是前陣子 就是我覺得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寒假比上學的時候還累 就是 可能因為又忙很多東西 就是我現在要忙 就是準備去留學的事情 就是準備去留學的事情 然後 我來直播 我就是我在直播 我還沒進來 我應該要裝睡的 說喔我在睡覺這樣子 喜歡幹嘛 對啊就是早上會忙我自己的事情 然後 忙完以後 晚上就要去忙 就是 AKB的事情 然後 比較多 事情 就蠟燭兩頭燒 你知道嗎 因為 而且就是兩邊就是不互通 因為 公司也不知道我早上在忙什麼 就是他們也沒有 就是 就是告訴他們沒什麼用 所以就是 也不是沒什麼用 一直說就是 不相關的事情 所以就是不會特別說 我不會特別說 欸我今天在幹嘛這樣 就是 所以兩邊的人都不知道我 兩邊的人都會以為我忙完以後就在休息 這樣 可是其實沒有 因為忙完A我就在忙B這樣子 我最近就是在過這種生活 然後 重點是早上事情又 真的都太早起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說 哇好久沒有這麼早起 你知道嗎 我以為我在過高中的生活 就是 每天早上六人起來 然後六人半出發這樣子 我就覺得哇 這個生活太 太懷念了吧 高中生的一日體驗這樣子 快了 終於阿 終於阿柏林 終於換完了 我們再燙個睫毛 那個之前是夾個瀏海 當女生真的是很麻煩 自從下路了 AKB4T在TimTP以後由衷就感受到 當女生真的非常麻煩 沒有說當藝人真的還麻煩 就是很多時候 你必須要 端端正正的出現在別人面前 才是一種禮貌 其實在現實社會中也是這樣 你在求職的時候如果不化妝 化妝也是一種禮貌 你知道嗎 我覺得早起重是對我來還好 因為我下午回來的時候我會睡覺 就是我會睡個覺 這樣 哦 我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做了一件白癡的事情 很好笑 我現在因為事情解決了 所以我才覺得好笑 不然你可能到現在笑不出來 如果我沒有在AKB化 應該不會化妝 我是加入以後就開始學化妝 肉飯要來告解是不是 反正你握手會化妝來 今天沒有告解 今天沒有啊 這個東西應該一個月會辦個一次兩次 最多兩次 應該辦個兩次左右 一個月辦個兩次左右 告解 每個月告解大會這樣子 就是 如果辦太多次的話就 不好笑 你知道嗎 就是 告解太多會太多人下地獄 祝了大家好 好 要來分享的是我 昨天做了點蠢事 就我昨天忙完以後大概是 下午一兩點的時候 兩點左右 然後因為我晚上 我昨天晚上就是 七點要去跟 就是TP練舞這樣子 然後 我就想說就是 因為我沒有好多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 那我可以睡到六點 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我兩三點回去 我大概可以睡個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這樣 因為畢竟我每次早上 七點起來的時候 我都沒睡多久 因為我晚上睡不著 我沒有辦法那麼早睡 所以下午的補眠對我來說 至關重要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就想說 那我回家前 就順路去一下7-11 就是去取個貨這樣子 然後我取貨 我就看我沒有現金了 然後我就要去提款 去提錢嘛 然後 提錢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這個 我那個 中國信託的戶頭 裡面沒有多少錢 所以我想說 我就把我那個工作的帳號的 戶頭的錢 轉到我那個 因為我就不想要用那個手續費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 就是轉過去這樣 然後之後提錢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就是家裡7-11比較近 所以我都是在中國信託提錢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把它轉過去 然後因為就是我用手機轉帳 然後它上面就會有那種什麼 那種什麼 常用帳戶 你知道嗎 就是 比如說我可能會把我好朋友的帳戶啊 就是放在那裡面 然後可能後面會標註說 喔 這個郵局帳號是誰誰誰的 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標著 然後可能也會把我那個中國信託的帳戶 就是放在裡面 然後會標說 這是我中國信託帳戶 然後呢 因為我真的是 有點太 可是我太累了 然後我就有點分心 然後我就不知道點到哪一個郵局的帳戶 然後我就把 三千四千塊轉到那個帳戶裡面 你知道嗎 然後我當下就轉完的時候 我還沒有發現 然後我就 我就 去領錢 就發現怎麼 欸怎麼還是領不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 是怎樣 然後 我後來就看一下就發現說 天啊我把錢 我把我就是 這個月領薪水錢的生活費 全部 轉到一個不知道是誰的帳號裡面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玩到那個 一個大沒錢耶 然後 大概我就超級經濟結局嘛 你知道 就是我那時候已經就是 想說就是喔 我這筆錢就是慢慢用了 因為反正就是到 到領薪水的日子 沒剩多少天了 那我還剩這些錢 就是可以取個貨 可以買個東西給自己吃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欸還蠻優物 然後結果就是這一轉 直接一個大沒錢 然後我就直接一個 欸 直接就是 要喝西北風這樣子 然後 我就想說 怎麼辦啊 就是我從來沒遇過這種事情 就是轉錯錢這種事情 我長這麼大 從來沒有轉過 轉錯過錢 真的是 他雖然在我常用帳戶裡面 可是他我忘記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沒有在後面標註說 這是誰的帳戶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 這是誰的帳戶 有可能是我朋友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到底要叫誰還錢 然後 我就當下覺得很熱個 然後我就打電話 給我一個朋友訴苦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你家好像要去警察局 我就說這麼麻煩嗎 然後後來 查一查都發現說 好像不用這麼麻煩 就是 去那個銀行跟他講 然後我就先跑到 因為我是台信的帳號 所以我就先跑到台信銀行去問 我就騎了十分鐘去台信銀行問 然後還排超久 因為超多人 然後 然後排到我以後 就是一個阿姨的貴人 然後他人很好 然後他就 重點是我跟你講 就是一開始那個警衛 就是很不尊重欸 就是我一開始進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請問要申請什麼 然後一個叔叔這樣 然後我就說 喔我轉錯錢了要怎麼辦 然後他就還傻眼 然後他超美女媽還給我傻眼 他就說 蛤你轉錯錢 然後我就說 對 然後他就 給我號碼牌 然後 然後 反正 我就去銀行 然後 銀行姐姐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對我很好 所以我要叫他姐姐 就是銀行姐姐就跟我講說 好像如果我轉到郵局的話 我好像要去郵局辦 然後他就打電話幫我問郵局 然後他也把所有的解決方法都告訴我 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要先去回家 然後他就問我有沒有帶存折 那我想說 我當然不會帶存折出門啊 然後我就說沒有 他說那你要先回去拿存折 然後你要先去有補折機的台信銀行 然後把存折都補完 因為我其實 自從我就是深圳市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補過折 然後就是 我深圳市到現在也已經兩年半了 然後 我從來 沒有 就是補過存折 就是 我都沒有在補存折 因為我都用線上銀行 我從來都沒有在補存折 然後 因為現在真的很少人會補存折 現在很多人會補存折 因為那個 匯款記錄 轉帳記錄 不是網路上就可以查了嗎 就是 網路帳號就可以查了 APP都可以查 所以我就 我就 我把一整本都補完 然後很好笑 然後我就 對啊我就刷到不行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刷 然後後面還一直有人來 然後很尷尬 然後我就一直 想說就是我道德就是在 我心裡有兩個人在打架 然後就是 欸到底要先讓後面的刷一次 我要趕快刷完 因為我想要趕快回家睡覺 然後 後來我還是就是當天的小惡魔這樣 所以我就是把 整本刷完才換下一個人 然後 刷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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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刷完了 然後刷完以後 就拿著我的證件 然後我本人就去郵局問 然後還有郵局不用排很久 就我家附近了 然後 我就跟他說就是 喔我會錯錢了怎麼辦 這樣他就說 他們只能夠幫你打電話 就問那個人 這樣然後請那個人聯絡你 然後請那個人聯絡你 就是跟你就是 處理後續的 就是把錢轉回去的一些事情 這樣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他就去打電話給那個人 然後結果打回來以後 他是一個年輕的姐姐 然後結果他打完以後 然後他就跑過來跟我講說 欸 那個是你的同學啊 然後我就 我心裡本來就想說 應該會是我認識的人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帳號是我曾經儲存過 所以應該是認識的人 然後他就說 喔是我某某某大學同學 然後他就說 喔原來是他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大學同學也傻眼 因為他就是 在家裡醒醒的沒事 然後突然接到電話說 喔 就是我把三 我同學把三千塊 三千塊轉到他帳號裡面 然後 後來我就 就是從郵局出來的時候 我就聯絡了他 然後他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也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就把三千塊還給我 呵呵 然後我就 重新 重新 就是 去取貨 呵呵 還是不忘許貨 欸這個蠻像 真的蠻像詐騙電話的 好好笑 還好我馬上密他 不然我覺得他可能會覺得這是詐騙 反正這是我昨天遇到的超荒唐事情 當然就是好險 就是有藥回來 不然真的是 窮苦 窮困療到 我今天可能就吃不起早午餐了 大家記得就是 轉帳真的要再多看幾眼 確認再送出 雖然真的沒有那麼容易轉錯 因為 好像 號碼打錯一兩個人 有時候不一定會轉錯那種 可是就是還是有機率 所以要小心一點 我真的阿 那時候那個過人還跟我說 你下次要注意不要轉錯 我想說 我當然很注意阿 我是有帳號到現在也已經 八九年阿 我開戶到現在也八九年 就是開各種那個戶頭 自己的戶頭到現在已經 八九年 就是我是 從來沒有轉錯過 也就這一次真的太累 然後轉錯這樣 我現在塗口紅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吃飯 那吃飯也要美美的 學兄換你播 我去拿我的飯 我剛剛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 就是我昨天 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去7-11 然後 不是嘛 然後 因為我就 坐在那邊用餐去 在處理我的事情 然後 就是剛好 就是現在不是很多人 都會放鞭炮嗎 就是什麼 欸等一下我要扶著熊熊往前 不然他會被我甩下去 就扶著他 不然 我上次就是他坐在後面 然後結果我就很用力往前 然後他就往下滾 這是所有的故事 因為我家就 我家附近最近的超商就是小七啊 所以所有事情就死人在那邊發生 那種 反正就是我 我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外面 就是在放那個炮竹 然後我真的超討厭那個聲音 就是 雖然我沒有要不尊重 就是台灣習俗的意思 可是就是 我真的覺得就是 這種放鞭炮的行為 真的很討厭 應該是因為就是我 我真的每一年 開工日 我在家裡睡覺 就是可能就是 對我來說 假日可以睡到飽 這件事就是非常難能可貴 你知道嗎 然後每次都要被 每一年都要被這種鞭炮的聲音 嚇醒 這種感覺就很差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又都會把那個鞭炮的渣渣 就是 留在門口 看到就會覺得就是 沒有功德性 然後 又加上說就是 我這幾天就是 去忙的時候就是 剛好我在忙的地方就是 很多人 很多公司 很多企業 然後他們就在旁邊就是 瘋狂在門口放煙火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很怕那個聲音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太大聲 我就覺得耳朵很 聽了壓力很大 然後 講話也聽不到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就想 就是我那天 我在7-11 我昨天在7-11的時候 然後就是又有人在放 然後他放一個超 不知道多大串 然後就是很久 然後很久的一天就很多 然後因為那個7-11門 不是就是那種自動門嗎 然後就是客人來來來來 進進出出 進進出 進進出 然後那個煙就一直飄進來 然後 我在寫東西 然後我寫完以後 抬起頭就是 整個像揮手廚 就是那個整個7-11 就像揮手廚 你知道嗎 很像就是大失火這樣 或者是什麼 遊樂園這樣 就是整個就是給我 煙霧瀰漫 你知道嗎 我就快看不到櫃台了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 是怎樣 然後我想說這樣不會出事嗎 然後結果 我剛這樣想完 我就想 我心裡想說就是 會有問題嗎 就是言那麼多的話 然後下一秒就突然 警報大響 你知道嗎 超刺耳的聲音 比那個炮主還痛苦 然後 煙霧警報器響了 然後 他們店長就衝出來這樣 然後 超好笑 然後那個店員還說 會不會灑水 然後 我心裡想說不要欸 我在寫重要的東西 灑水我就直接瘋掉 真的想了 然後 然後我第一次聽到7-11的煙霧警報器 然後我想就是 太瞎了吧 到底是怎樣啊 超好笑 然後我覺得說 台灣這種 習俗真的是 應該要發明的無聲炮竹 然後就是不要有聲音的炮竹 可是大家會不會覺得說就是 沒有聲音炮竹炸起來就沒有感覺這樣子 沒有感覺這樣子 真的是不是 大家 有點功德心啊 我覺得就是炸炮竹可以 就是請不要選那種早上的時間好不好 就是你們要上班不代表大家 其他人要上班欸 電動作聲 你們就按手機APP是不是 最省錢最環保 下載 泡竹APP 然後 pop 然後他就開始 poppoppop 在那個 在那個 門口開始射出來 真的非常不喜歡泡竹 我覺得過年 放煙火幹嘛都可以 就是 泡竹真的是 又難聽又不會沒關 那個 去 吃飾了 然後 吃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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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專利了 以後就靠這個 賺大的錢啦 我今天吃了什麼美食 我今天吃 一個不錯吃的店 它是 它有很多壽司跟凍飯 就是它賣海鮮凍 然後就是有生魚片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 鮭魚跟鮪魚 然後還有蝦卵 跟螃蟹跟 是章魚片嗎 還有薑 跟這兩個小菜我很喜歡 這兩個就是 不知道是醃過海帶還是怎樣 然後這個很像醃過筍子 就很好吃 而且重點是它很便宜 就是它200塊 它只要200塊 然後超大碗 然後我就好喜歡它 我在大學的時候 只要晚上 沒什麼事情我們都會來吃這一間 它是200出頭 200到250內 超好吃 而且它的生魚片是真的就切滿厚的 就是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 剛剛已經吃掉了一塊了 所以吃的是第二塊 因為我 不過呢 生魚片裡面最喜歡吃的就是鮪魚 所以 只要是鮪魚很好吃的店 我就會一直去 所以 我對鮪魚其他都還好 我就是很喜歡吃鮪魚 所以 我很喜歡去吃壽司王 我很喜歡去吃壽司王 因為壽司王的鮪魚很好吃 所以我每次去吃壽司王就一直點鮪魚 可是 壽司王我不能吃太多吃 因為壽司王有點貴 壽司王200塊只能點 5盤吧 是嗎 一盤40塊是不是 都要增點5盤 你如果吃超過5盤 它就會開始越來越貴 就是你結帳前就會開始越來越貴 我在講廢話是不是 就是 就是會開始超出那個我一餐的預算 你知道嗎 就是我希望我 餐費都可以控制在200左右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吃 如果習慣吃超過200的東西 這樣我就 獎勵自己的時候就會很無感你知道嗎 那個價值觀要拉回來 然後結果都去吃200塊的海鮮丼飯 嗯 為什麼是上面有碎冰不行呢 一定要退冰 退冰退到不行才可以吃了吧 我覺得阿 醋飯也很好 醋飯也很重要 就是有一些店的醋飯會太甜 我就沒有很喜歡 可是這間的就不會 這間的醋飯很好吃 重點是它只要200塊錢 我真是覺得 200塊115左右吧 它的這個 這個丼飯 就是 而且它還送味噌湯 它味噌湯是送的 它味噌湯是送的 燒過大碗 不管是生魚片 真的假的 生魚片是新天地 我跟你講 很好吃 有魚肉嗎 我不知道欸 我看一下 應該不會那麼賺吧 沒有它是 它是一般豆腐味噌湯 反正我覺得合理啦 就是送的味噌湯 還要加魚肉 真的是太 太 太高級了吧 我還蠻喜歡吃生食的 就是 生魚片啊那些就是 蠻喜歡的生牛肉 就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很久以前有吃過一次生牛肉 很利堂大 肉飯小寶寶 我 我去日本就很想要去吃 它的生魚片啊 或是 生馬肉 或是生牛肉 然後配那邊的啤酒 就是 因為我 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我還沒有成年 那個時候我十九歲 所以我那時候 在日本還不能夠合法營酒 然後 就是我那時候常在每次見面 就會看到很多人 可能就會說 喔去吃那個當地的生 生 就是那種什麼 什麼生牛肉啊 還是去吃它的那種生魚片啊 一定要就是配啤酒 然後就是很好吃的樣子 然後我就會覺得 喔 好好吃吃吃看喔 對日本有馬肉 而且聽說很好吃 雞肉可以吃生的喔 你確定吃的不是青蛙嗎 我記得日本不是什麼青蛙生魚片 那個我不行 因為我覺得青蛙它有點 對我來說不行 聽說 就是很多人不是都會吃青蛙嗎 可是就是 我真的就是跨不出那一步耶 然後 很多人都會講 欸青蛙吃起來就像雞肉 就是我就覺得 那我就吃雞肉就好啦 日本商量有踢到吃過 趕快就有興趣了 我還沒吃過 可是我去日本的時候 基本上都在吃 肯德雞 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都在吃便利商店跟肯德雞 因為我不知道哪裡都好吃了 然後 我就隨便亂走 然後 欸日本有肯德雞也 就吃吃看你知道 然後就去吃日本的肯德雞 然後吃起來跟台灣差不多 這種搞笑 就是來發給我媽來看 我媽你看日本有肯德雞 然後我媽說你去日本現在吃肯德雞 對我媽來說 我媽就是那種 我媽就是那種 去自助餐廳一定要吃回本 主義者 然後我就是開心就好了 然後 我媽就說你一定要吃回本 你一定要吃那個最貴的 不知道到時候 真的試著住在日本的時候 我的飲食 我的飲食希望會被我改變 外面抱的時候人在吵架 好好聽喔 超級大聲 因為 因為到時候就在我 窗戶外面 餐餐的 好像好聽 很好聽喔 大家都在做物中學習嘛 大家都在做物中學習嘛 李明之間吵個架也不算什麼 好不好 吃瓜群種版正就是問你 我都知道 我不是一直在做事 我去做事 我自己做事 我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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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 吵架這種事情本來幾乎每個人都會遇過 還是現在這裡有人可以舉手說 我這輩子沒有吵架這樣 跟父母啊跟朋友 跟討厭的人 人生還是會吵過幾支架 打架完都會回想哪裡可以更好 你是說 你說對於就是個性可以改變哪裡可以更好 還是說就當初應該要多罵一句這樣子 幹嘛啊 你不要這樣嗎 看我跟小熊整盆吵架啊 對不對小熊 你在幹嘛 枕頭 屁屁枕 欸 坐在別人家旁邊還沒水準 填到我的眼線了 咪咪熊熊 來吧 以被執著在 對啊 你看他 你看他那個大屁屁 你真的是當初那個巴長大的小貓咪嗎 小熊已經一歲半了 對啊 越來越胖了耶 那個大屁屁 尾巴 我本來前陣子還在想說 欸就是我到底要怎麼偷偷把熊熊運到日本去這樣子 然後知道我前幾天看到一個網路的影片 就是有一個男的 他把他的狗 他是一個外國人 他把他的狗就是要運到 就是他移民嘛 然後他就把他的狗一起就是 送去那個國家 結果他的狗不見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航空公司把他的狗記不見 然後他就直接發瘋 然後我看到整個就是 不敢 我相信不是每一間航空公司都那麼那個 可是就是他有萬一啊 我承受不住那個萬一你知道嗎 對啊而且是四隻喔 他四隻狗沒有跟他一起抵達 然後 航空公司好像 然後 結果後來發現好像是 航空公司 忘記那些狗 就把他留在原地 你知道嗎就是 沒有人注意到那些狗沒有上飛機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主人在機場 就是崩潰 然後我就看我就覺得 哇好難過 如果是我 我就超難過耶就是 每一隻每一隻都陪伴那麼久 然後都是家人這樣 你在想說今天如果是一個小嬰兒 你這小baby就是 被記不見的你又會瘋掉啊 真的是要養了寵物才發現原來就是 寵物跟冷時間真的也會有很深厚的感情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就是 熊熊有一天如果他就是真的 不在的話 他可能就是 老死了之類的 然後 我可能就不會再養另外一隻蟲 因為我覺得就是對我來說這件事情太難過 我是養了一個蟲物以後才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 一開始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可能我 因為是自然死亡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 比較可以釋懷你知道嗎 可是就是 後來養了 隨著跟熊熊的日子越來越久 就只有會覺得說有點就是 我不要面對那一天 雖然還很久啊 什麼聲音啊 他剛剛發出一個奇怪叫什麼 最近7-11 咖啡跟茶第二杯都半價 所以最近就買了很多 養兔子好了 兔子也會啊 兔子 兔子 也是 很好的朋友 對人類來說 雖然我 沒有養兔子 就是我姐姐 我表姐 他們家 養了一隻狗 然後 我記得是從我小學六年級養到現在 所以那隻狗現在已經11歲了 對那隻狗現在已經11歲左右 就是 嗯 那一隻狗其實很兇 所以我從小學六年級到現在都很害怕 你知道嗎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就想了一件很過分的事情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就是 我覺得我都不想再去我表姐家 因為我真的很怕被那隻狗追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就有個想法 那時候12歲的時候 心裡就有個想法說 就等那隻狗以後 過世以後再去我姐家就好 就是 我想說就是 要等他過世 要等很久耶 就是 我其實那時候就這樣想 就是 等他自然老死 可能要等很久這樣 要等世紀年 然後就有就是 其實隨著日子之後 就看到我姐常會碰那隻狗啊 然後我姐真的很愛那隻狗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就開始不會有這種想法 然後 可是就是還是不敢去他家 因為那隻狗真的很兇 那隻狗是會把人家咬到送醫院那種 對外人 然後 就是前陣子那隻狗就過世了 因為那隻狗有那個心臟病 然後就是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姐他們好像就一直 每天都要餵他吃藥 而且他連餵那隻狗吃藥 都要兩三 都要兩三個人一起餵 那隻狗太兇了 然後 可是即使那隻狗那麼兇 你知道嗎 就是兇到有時候咬主人 六親不愣那樣子 可是就是 我姐他們還是超級愛他 然後 那隻狗過世的時候 我姐他們感覺超級 應該超級 難過的吧 可是就是還是很溫暖 就是 為那隻狗獻上束縛 對啊 其實我覺得就是 寵物的生命本來就比較沒有那麼強 所以就是 你們就 可是至少就是 你要想說就是 大家給他一個 很好的一生 這樣就好了 因為其實狗狗 也沒有什麼 狗狗貓貓應該也沒什麼 就是 也不會想那麼多 你知道嗎 就是我覺得啦 就是狗狗貓貓可能對死亡這件事情 搞不好就不會想太多 然後 他如果覺得就是 他過世的時候 主人就陪在他身邊 這樣其實就是 對他來說應該就是一個蠻好的 方式這樣 不然就是除非就是狗狗狗想去開飛機 這樣子 就是他的遺願 狗狗要的生活應該都蠻簡單的吧 就是 自由 跑跑跳跳 吃飽 睡好 冷的時候有暖氣吹 熱的時候有冷氣吹 這樣就是 過得很舒服 然後 主人陪在他身邊 就狗應該也不會 有什麼想要做別的事情 你知道 比如說說 我未來想要成為一個 什麼日文翻譯 或者說我未來想要成為偶像 就是狗不會有這麼多 狗不會有這麼多 狗不會有這麼多 就是別的夢想 你知道嗎 就是 他們的一生就是 能為他們帶來快樂的事情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就 滿足他們 然後陪著他們 這樣 對不對小小 你看他在吃東西了 所以就是他已經驗證 就是他的這一生就是一直吃東西 他黑黑也看不得到他 我的髮油 吃飽了 好開心喔 小熊爭選武器 我會幫他 寫推薦信 小熊 一箭步又跑 他真的很討厭被我抱 學乖 他現在只要看到我 跑過去 他就會 高歌離席 他都這樣啊 他就是每次我拿點心啊 我拿肉泥的時候 他都會衝過來 喵喵喵 然後在那邊躺在我身上這樣 然後 等吃完以後就高歌離席 你知道嗎 就是他看到那個肉泥一空 然後他就會把我踢中 然後就是用try的 就是try我這樣 然後把我 然後跳下來這樣 啊聽到我在告狀 然後他就會高歌離席 小熊爭要表演高歌離席嗎 耶 小熊爭要表演高歌離席術 為什麼真的是 頭小身體大 小熊熊 最薄的那種 高跟 高離席術服 沒事 下次就味正餐 小熊很喜歡吃罐頭啊 他現在 他從以前小時候就是 一個罐頭要吃兩天 就是其實不能吃那麼久 就是 他一個罐頭 大概 一個晚上只能吃四分之一 然後就那個罐頭就丟掉 因為罐頭不能放太久 快變質 然後就很浪費啊 所以他那時候小時候 我就很少買罐頭給他 不然是買那種超迷你那種幼貓罐頭 然後他連用貓罐頭都吃不完 然後他現在已經可以就是 一個晚上就是 乾掉一個 乾掉一個 成貓罐頭 就是他如果真的有 有那個feel來的話 他就是一整顆給你直接吃掉 冰起來沒用嘛 要放保鮮膜 然後冰起來 可是我就是覺得說 就是東西放那麼久 就覺得有點 不好吃 就是他冰起來以後 然後打開以後那個味道都跑掉 然後他就 他就不會覺得那麼有吸引力 因為 因為貓咪的食物就越臭熊熊 越喜歡 越臭熊熊 越喜歡 喝長大了 喝長大了 他待會我必須啊 我真的會直接關台 嚇死 那個味道會跑掉 然後熊熊就會 沒那麼大興趣 因為熊熊很喜歡臭臭的食物 因為他是臭臭咪 對不對 就是臭臭咪 欸什麼意思 我沒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 我之前本來有跟我第一挑戰說要填一口肉泥 後來放棄了 因為那是太臭了 我很怕舔了 我會開始想吐 該試吃瑞典飛魚罐頭 飛魚真的超臭 不怕人 人可以吃貓咪的食物嗎 應該都是可以吃的 因為這是一個 很 貓咪都可以吃的 應該可以吃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博爸的食物比熊熊的食物還臭 博爸有時候烤鮮很神奇的派 然後是鹹派 然後聞起來超級臭 然後不然就是他很喜歡吃那種 藍斷帶 藍帶起司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也超級臭 然後 他還很喜歡吃各種罐頭跟醃製品 所以就是那些東西都超準 超級味道超重 那些東西的味道都超重 然後 所以我也沒有很排斥 只是我就覺得說就是 喔怎麼會有味道這麼重的食物這樣 就是我爸不會去大賣場 隨便買一個 他就是會去訂 他想要的你知道嗎 就是請人家回國的時候幫他帶 請同事回國 出差回國的時候幫他帶什麼這樣 然後就可能 就是有些同事可能去德國 還是去荷蘭之類 他就會請同事 就是幫他帶那種 一個大車輪的起司 然後就是 就是很多那種 起司工廠出來的起司都是 就是不是那一片一片那樣子 然後 就是他就是一整個輪子一樣大的 那種車輪一樣大的那種起司 然後 很大一個就可以吃超久 就是你要切他 切一半 可能會切四分之一 切成四分 然後 就是要拿那個起司跑刀 然後就是自己把那一片一片跑下來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很好吃 就是那種 你真的會吃得出來就是那種起司 跟一般賣場賣那種 起司就是 差了蠻多的味道 就是 真的會有那個 起司發酵的味道 發霉起司 這種很讚 這很好吃 而且就是 真的會封很多很多不同口味的起司 就是有些起司比較甜 有些比較鹹 有些酸一點 就是 很多起司都有很多神奇的味道 然後 我是比較喜歡吃鹹一點起司 因為我覺得甜一點的起司有點噁心 生活對有阿 就是 我爸也蠻喜歡吃香腸或這種東西 然後就是 我曾經帶我爸去Donkey 你知道嗎 就是我爸沒有去 我跟我爸去光華 然後 逛一逛 就隔壁不是有那個Donkey的新店嗎 他其實也開蠻久 可是就是 我爸都沒去過給我Donkey 然後我帶你去看看 然後我爸竟然說 欸他去日本出差那時候我看過 這就是這個企鵝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進去逛 然後他就有一群就是賣很多那種 香腸 白香腸 然後一般德國香腸 我爸很喜歡吃德國香腸 然後 還有火腿 然後我爸說欸這都很便宜耶 就是 因為其實醃製物在歐洲買的蠻貴的 就是他那時候買的時候很多東西 我覺得價錢都會讓我 就有點皺眉頭這樣 然後 不怕就看到Donkey賣這些醃製物 他就很滿意 他就買一堆回去 他就是一個神奇的人 怎麼一個自衝我頭上飄過去 我應該再開個 對我應該可以準時關 準時關應該來一起出發 最近就是 這個過年就很常跟我爸就是相處在一起 就是我跟我 因為我爸放假我也放假 然後我們兩個就很多 就我跟我爸最常相處應該就是過年 我們真的幾乎每天都黏在一起 就是去哪就兩個一起去這樣 然後就很開心啊 因為我就很久沒有跟我爸就是 這麼 這麼多活動 有種很自在的感覺 嗯 心中發生是什麼生日 不會是誰是誰的生日 沒有人生日啊 我只是覺得那個模板好 躺在哪有 並沒有 並沒有是因為誰的生日 對 阿正說的對 單純排版好看 我剛才想就是 你們在說什麼 然後我還點進去看 然後不然真的有這個東西欸 笑死 阿正厲害了 他一直懂女人心啦 喔 他還那個T恤真的蠻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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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美女人搭眼鏡 和美女人搭眼裡 就很快 手把眼睛你拿著 再一隻手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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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 才能擋住 來 和她一個手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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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過 好 一隻手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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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起來 我眼睛一直卡睫毛 最近想要去染頭髮 我想要染深一點 可能咖啡色之類的吧 因為布丁頭有點長出來了 可是我頭髮應該不能再漂 因為我覺得再漂的話 頭髮會毛毛罩罩的 所以可能四周年的時候 可能嘛 可能四周年的時候會 是深一點的頭髮 因為 這樣子才不會是布丁頭 布丁頭試人 是日本會染黑髮嗎? 我應該會染咖啡色吧? 染深咖啡 應該不會染全黑 會染比較接近原本髮色的咖啡色 這樣子比較 因為染黑色的話 到時候後悔 不是後悔 就是到時候如果想要改髮色都很困難 所以好像 好像 有很多人 就會幫我添加 一個摩 雙毛的眼眼 陪丁頭髮 兩個 一 sensory 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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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吗 10、11月 大概就是 一秒秒约好结束不久 应该是11、12月那个时候 就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懒了 然后 所以我到现在应该已经一年多 就是一直都是浅色头发状态 其实我也有很久 可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很久 一年多其实蛮短的 刚刚说的线东我想到 今年还有圣诞题吗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 其实也应该是8月 而且我在日本其实也是可以设计衣服的 就是我很无聊 所以我刚才可以是画一下这样子 我希望有 可是事情可能随时都有更动 所以我不能办法跟大家保证 但就是 希望会有咯 毕竟我还是8月 所以其实8月应该还来得及做 没什么都看到 我可以设计 鞋子 我之前有多買聖誕題 去日本的事情都還沒準備好 對啊 因為入學通知還沒有拿到 所以 可是最近看別的學校的同學都有開始拿到 所以應該很快就輪到我了吧 希望可以快一點 因為要拿到才能辦後續簽證的東西 所以 其實我都是第一次辦這種東西 我現在也是很多不確定的東西 只要慢慢去摸索 8月號開始預購 7月底就要設計了 那就7月底設計了 不然我在日本可以設計的吧 可以的吧 希望一定要讓我賣聖誕梯啊 聖誕梯對我來說還蠻特別 就是 每一年才會有一次的東西 又是生日 就是唯一我生日可以出的官方周邊這樣 所以就希望 當然還是希望可以設計 畢竟就是 像上次 我記得我上次確診沒有辦法去公演那時候 大家不是拍一個影片嗎 就是 朱柏林早就看父母熊貓到了 這個影片不是嗎 然後那時候看著大家都穿著我的聖誕梯 就有一種哇 好開心的感覺 就是自己設計的東西 因為畢竟我那時候畫熊熊都畫超久 然後 也一直在想說排版到底要怎麼排 我到底要怎麼排列會比較好看 一開始本來想到會有兩格照片 然後後來變四格 可是四格又有不同的顏色分配這樣 然後後來決定好了以後 送出去印出來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我那時候剛好是粉紅色頭髮 所以穿起來就整個就是很繽紛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大家穿 就每個人穿都有不同的感覺 你知道嗎 不好哭 你還好嗎 肉飯 沒事 下一次公演也會看到我的 就看到大家穿著 而且那個生日梯就是配 我的那個舞丹的 就是那個舞丹那個扇子 真的就是很好看 不得不說 就是色系非常搭配 非常感謝大家對聖誕梯的好評 我個人都蠻喜歡我歷屆的聖誕梯的 第一屆就是蠻特別 就是前面是我的名字 然後後面是一張照片這樣 然後後來第二次的聖誕梯 那時候22歲的聖誕梯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是我很喜歡藍色 就是我平常練舞也很常穿 因為是把臉擋起來 所以就是我自己比較好穿出門動啊 然後它是在胸口 然後就是 我覺得是蠻潮梯的 可是就是比較低調一點 因為它是黑色的T恤 然後也是黑白照片 所以其實那個T恤就是很低調這樣 然後 後來就是23歲這次的T恤就是 白梯嘛 我第一次做白梯 然後 顏色比較繽紛一點 就是覺得 我可以高調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不然我可能有時候公演的時候 燈光太陽都找不到大家在哪裡 因為我的T恤太黑了 所以設計一件白色的 會比較好長 那今天究竟要設計什麼顏色呢熊熊 熊熊 熊熊我們覺得要設計什麼顏色呢 吸一下 好啦我差不多要關播了 不然我要遲到了 笑死 我今天念 今天的把 喔然後我把我韓國的那個Vlog剪完了 所以 我很最近就是找個時間發出來 這樣子 希望他們不要再把我那個對比度就是亂挑 我真的會生氣喔 IG聽到沒 謝謝 第十名謝謝 披著切晃皮的竹倫 謝謝竹倫 謝謝竹倫 第九名謝謝 單明個雅 你好謝謝 謝謝雅哥 第八名 謝謝秋日紅 謝謝秋日紅 第七名謝謝厚印 謝謝厚印 第六名謝謝巧克力 謝謝巧克力 謝謝秀美 秀美 第五名 第五名謝謝滷肉飯 謝謝滷肉飯 第四名謝謝中瑩 謝謝中瑩 第三名謝謝偉 謝謝偉 耶 第二名謝謝波熙 謝謝波熙 謝謝波熙 現在是第一名 登登登登登登登 謝謝阿正 笑死 LuvieLug剪完了 雖然我已經回來 台灣已經 兩個多月了 十二一 對兩個多月了 所以就是 現在也剪出來其實有點久 可是就是 沒關係啦就是 開心就好 這樣子 四周年預計 也可以拍一支什麼影片這樣 畢竟就是 又是久違的 再去ZIP表演了嘛 所以 四周年就想說 應該可以拍什麼東西 不然好像最近沒什麼題材 可以拍Vlog了 反正就是這樣 才剛來耶 沒關係下周還有直播 握手會 可是握手會感覺就是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拍 可以訪問大家的衣服 因為握手會 就是一直待在一個景點裡面這樣 可以訪問大家的衣服 當然你今天扮成這個有什麼那個 哈囉 那個根本就是 AKB的官方頻道會發的東西吧 怎麼會出現在我的Vlog 哪有巧克力 你還在這邊很久了吧 小雄有掰掰 小雄掰掰 欸 你們揮個手 跟觀眾揮個手 掰掰 掰掰 哈囉 掰掰 掰掰 小小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掰掰 訪問粉絲的衣服 好期待大家會穿什麼 掰 我沒關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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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